大家好,我是秀妹,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网络教学 我们上一集讲到到底我要如何让我的细胞恢复正常 很好的分泌、鼻岛素、甚至人的控制呢 首先我们一个人要做到一方或者让我们身体快速恢复的呢 我们要做好养生四个条件 首先我们要有正确、纯净、均衡的营养 充足睡眠、适当的运动、还有平稳的情绪 那么讲到营养底下呢 那么营养免疫学的专家他就有研究到一些植物 它可以很好地让我们的细胞 尤其是胰胀里面的细胞让它的功能健康 首先第一个成分呢就是美文化其身 它其身里面呢有个人参招待 它可以让我们的胰胀分泌引导素的敏感度增加 甚至它里面的多糖体也很好地治疗我的免疫系统 所以这个过程中呢 只要我们的很正常的分泌引导素 把它的敏感度比较增加的话 对我们一般甚至已经有得到糖尿病的朋友们呢 它恢复的健康的能力会增加下来 第二个呢 我们除了这个人参招待以外呢 还有一些植物对我们也很大的帮助 其中一个就是大豆 大豆来讲呢 就是美国糖尿病协会呢 指定蛋白质来源 那么大豆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因为它的生糖指数非常低 它不会刺激我们的血糖上升 而且它里面的成分呢 它有可溶性纤维 那么可溶性纤维可以以防我们不容易吸收 我们的血糖 而且蛋白质来源 如果我们比较于动物的话呢 大豆里面的蛋白质 它比较不会对我们肾脏带来负担 因为糖尿病本身已经是肾脏功能比较不好了 所以大豆是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甚至它没有打固醇 所以它很好滋养我们心血管方面的细胞 所以大豆呢 是我们一个很好的选择 再来呢 我们要纤维量一定要很够 纤维有分两种 一个可溶性 一个不可溶性 纤维呢 只存在植物里面 肉类里面是完全没有的 这可溶性纤维呢 就比如说好像刚才讲的大豆 或者一些水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 以防吸收过多的糖分 这样我可以让我们的血糖比较平稳 所以吃任何大发难面之前 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些 可溶性跟不可溶性的纤维 那么对我们的肠胃各方面 有很大的帮助 肠胃干净呢 肝脏也没有这样容易有负担 再来呢 就是仙人掌 仙人掌也是很好的来帮助我们 调节我们的血糖 因为它植物养素非常高 它有一万多种植物素 很好的植养免疫系统 让我们全面的细胞打到运作 很好的平衡我们的有毒的荷尔蒙 中和我们有毒的荷尔蒙 再来呢 就是我们需要很高抗氧化剂的 植物比如说玫瑰啊 蓝莓等等 这些很高抗氧化剂的食物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细胞比较年轻 所以它分泌 和我们癌胞胎胰岛素的功能会提升下来 而且心血管比较有弹性 我们比较不容易得到中风心脏病等等 所以我们可能饮食习惯方面 有些我们不知道如何调整 要如何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更好的协调 或者要一般糖尿病 老家族有糖尿病的 或者已经有糖尿病患者 我们要如何来吃 让我们身体有很大的改善 如果大家有需要这一方面的协助呢 欢迎大家私底下私讯我 我们跟大家来 深聊这一专业这个课题 我说今天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